現場大家有幫忙唱Sorry這個歌 妍希說好像沒有那麼緊張了耶 而且大家給了這邊100分的高分讚啦 右手邊麻煩妍希右手邊 好 哇 呼喚聲慈禧比落 大家說妍希這邊這邊 歌迷有沒有喊一下 哪邊 這邊這邊 還有最右邊 我們的這個可愛的歌迷朋友們 謝謝大家 真的 好來 謝謝 謝謝 謝謝妍希 感謝我們的媒體朋友們 謝謝 各位媒體朋友 謝謝大家 真的喔 當歌手你現在還在適應當中 是 跟演員的朋友一樣的 呃 對 因為 等於就是真的換了一個新的 去說故事 而不是用肢體 然後 當演員可以NG 當歌手就沒有NG的機會 對 不過呢 相信一次 跟著一次的這個現場 演唱跟大家面對的經驗 會越來越得心應手啦 謝謝 對 但是我還是要恭喜陳妍希喔 專輯5月10號要正式發行 然後呢 預購之後 喔 成績非常非常好 伯克來 第一名 三天之內呢 為了完成這個預購的簽名 簽壞了20支的簽名筆 自己感覺怎麼樣 是真的 因為 喔 50支喔 看誰 我跟妳講 三天欠壞 50支 都很多支啦 那因為預購 呃 會送一個歷程的海報 然後上面呢 我有特色的歌詞 或者是我想對大家說的話 可能是一些生活小嘗試 是 或者是我開的一些很無聊的玩笑 或者是一些鼓勵大家的話 因為 真的這張專輯 我寫了很久 我從08年開始寫了 然後全部裡面都是我的故事 所以我希望這張專輯 真的是很能表達 陳妍希 我自己和我 到底是怎麼樣子的一個人 所以剛剛提到過 從08年開始的創作這個歌的 點點滴滴到現在 終於好像 99.9%的心情 都在這一張專輯裡面 所以我就要問一下 Sorry 這個主打歌 真的是能夠代表你 之前寫歌時候的心情嗎 然後呢 好朋友們也都特別前來助陣 這次真的是 把我在演藝圈這麼多年 所有有的交情都用上了 人敗都翻出來了 對 非常的感謝又又 楊又寧 我有演過一部電影叫 《初戀風暴》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跟他合作 有沒有 現在有沒有看過的朋友 有 有人看過 對 那個是我的第二部電影 然後那時候就跟又又變成了好朋友 那其實又在大概一年多以前 就知道我要發專輯 因為一年多以前就開始不停的 在嘗試錄這個demo 然後呢 那個時候他就跟我講說 欸 你出新專輯 你可以找我拍MV啊 哦 那他講了這句話我記住了 所以就是第一首主打歌的MV 就楊又寧 有情助陣 是的 真的是很共一絲耶 連大腿都借給你了 也揍大腿了嘛 對不對 是啊 所以真的是很謝謝楊又寧 這個Sorry的MV熱情的助陣 不過還是要問一下陳妍熙 聽說啊 你為了這個新專輯 希望能夠各方面盡善盡美 嗯 所以專輯進入籌備期開始 你人就不見了 真的 我已經閉關很久了 很多朋友都很久沒有見面 朋友的飯局 找不到他 想要喝點小酒聊個故事 找不到他 因為他的兼真發 自己自動閉關 對 因為真的每天工作都很多 尤其是因為之前 尤其在錄音的時候 會希望自己身體在一個 很大的狀態裡面可以去錄音 嗯 所以朋友就說 好吧 既然我們都摳不到陳妍熙 不如今天 預購簽帳位 就來賭人 所以就要歡迎這位 陳妍熙的超級好朋友 歡迎郭采傑 采傑說找不到妍熙 就來這邊 直接上台跟影片這邊就對了 哎呦 采傑 抱一下 抱一下 超級姊妹套啦 好朋友 我真的很感謝采傑今天 真的 先送你一瓶說 近期都已經 無酒無肉無朋友了 對 所以我就找來這裡了 好像妳跟妳一起喝了 對 因為妳知道我們有一個群組 對 然後自從他開始變成那個 頭背期 對 然後就再也沒有想過了 人間蒸發不去啊 對 好 所以我們先幫 兩位先拿著這個香檳 先拍個照先 等一下讓這個采傑 再為這個妍熙的發片 來送上最好的祝福 來 來 兩個美女 兩個美女 好 那呢 等一下 先來這個 說呢 這個 炎熙這次為了個人 訂一張印象 非常非常的認真努力 除了 跟大家做分享之外呢 也希望聲音啊 身體啊 各方面狀態是最好的 所以呢 采傑呢 就不如今天 來現場直接抓人最快啦 好 來 右手邊 兩位看一下下 哇 這個畫面真的是賞心悅目 那當然呢 這個除了香檳之外 就是要有香檳杯嘛 香檳手銬 來 麻煩 我們送上來 彩杰 今天那個要化身為那個 帥氣女警 要把陳妍熙鋌走對不對 好 友情手銬 反正想說 今天就直接把他帶走了 但是看到今天現場來了 眾多支持他的朋友 所以我想等他收工好 等他收工 所以呢 這個友情的手銬啦 但是我要問一下 采傑 你可不可以先聊一下 這個 你有沒有聽過陳妍熙的story 有啊 你自己感覺到 他唱的唱得怎麼樣 我覺得 就是說 很多很多時候就是 一切靜在不言中的時候 你真的就是用一個 這麼簡短 然後又直接有力的方式 去說出 你你的情感 然後其實 因為最近我在休息嘛 所以常開車的時候 都會聽到 呃 廣播都會熱播 對 然後其實 呃 從他開始籌備 然後 這樣子的一個計畫的時候 呃 我就一直 就是很很期待 這個 這張專輯的誕生日 然後 呃 一直到現在 終於他要發片了 所以 非常非常非常的 替他開心 是 我真的很開心 聽到彩杰這樣說 因為 當然不只是因為 我們是很好的朋友 對 先靠起來 也是因為 彩杰其實一直以來 我都非常 他是我非常喜歡的歌手 對 所以聽到他這樣做 我真的很感到 所以也算是歌壇前輩 是的 前輩 我最近轉行了啦 好 應該說 兩位都是那個雙七的啦 對不對 影視啊 歌唱都很厲害 所以希望這個 陳妍熙也能夠 追上郭彩杰的腳步 在歌唱方面 多發幾張片 我覺得他一直以來 就是他散發出來的那種美 就是他非常的 他的信心非常的充足 所以 我希望透過音樂 他能夠就是 更讓大家就是 一起再來繼續追逐他 OK 所以呢 來這個友情手銬 麻煩兩位漂亮女生 我們呢 把這個自己也靠在一起 好不好 來 麥克風我先幫你 我要把他靠走 靠走 對 要執行 我們這個押解任務 來 手靠 靠起來 郭彩杰說呢 陳妍熙 5月10號發片之後 真的啦 趕快出來恢復 跟這個好部門的交際 來來來 帥氣女警們 要把人靠走 不過呢 郭彩杰 你要把 來 背背是不是 背背背 對對對 今天呢 是個 郭彩杰力挺 陳妍熙 個人的第一張 音樂創作專輯 me myself and I 來 左下 兩位女生 左下看完慢慢的轉向 中間 中間看一下下 太開心 把這個自己很真切的心情呢 給唱得出來 不管是 英文歌還是的國語歌 大家都可以呢 去這個仔細的聽一下 陳妍熙的心情 右手邊麻煩兩位 謝謝 而且呢 這個除了手銬之外呢 工作人硬是要把陳妍熙灌醉啦 還有香檳兩個人碰一下 背 碰一下背 好 那我們就是收一下手銬 兩個女生拿 好 來 拿一下香檳 來 祝福陳妍熙專輯 預購開啟 手帳音樂專輯 亮麗的發行 來 碰碰一下背 加油 左手邊看一下下 謝謝 左邊看完 兩個人一起看 這樣中間 中間 好 杯子低一點 是不是 酒杯稍低一點 對 酒杯請稍微降低 謝謝 好 謝謝 來來來 喝一下喝一下 交杯交杯 謝謝郭彩傑幫陳妍熙來站台 太開心了 哇 今天這個五酒的日子 也算是這個正式的稍微宣告解除啦 謝謝 Amber 郭彩傑這麼的貼心 然後呢 我們稍微一下酒 再還回到兩位的手下 利用呢這個 來 一號 我要問一下郭彩傑 聽過的Sorry對不對 有看過Sorry的MV嗎 有啊有啊 好 你有沒有覺得說他有點過分 Sorry啦 不會呢 我真的很Sorry喔 不會啊 很好 欸 台下的誰 笑得太激烈了 還是妳是閉著眼睛看MV 不會啊 我其實 我覺得那個故事 然後配合他這個主打歌 我自己看的時候都非常的享受 我也覺得很感動耶 真的 所以我在 郭彩傑 妳預購了幾張陳妍希的專輯 我等一下 沒有 我一定會用送的 他這麼有意氣來聽我 妳要只讓我送幾張給妳 我等一下 馬上 對… 不過呢 彩傑真的是幫妍希鼓勵一下好不好 因為她剛剛說 當歌手裡界對她而言 是還滿新鮮的 還在適應中的 是呢 是她的一個夢想 我覺得這條路最重要的是 堅持 然後其實我們在很早之前 也常常聊到這件事情 那這次是 幾乎是一張 全創作的專輯 我覺得真的非常的不容易 然後接下來一定會有 非常非常密集的 宣傳的活動 然後甚至是 可能會前進校園 然後最重要就是 你要把身體顧好 對 因為之前 因為我們比較難碰到面嘛 我只能用電話遙控說 你去看中醫了 我以為 彩傑非常關心我 因為他知道我 之前為了希望有更好的狀態 就真的吃得很少 然後他就有推薦我去看中醫 對… 我真的有乖乖的去 真的有比較好 就是要把身體顧好 然後就是 就能夠在這個舞台上面站得更穩 OK 所以來自於這個郭彩傑的加油 清晰 有沒有什麼話要回報給郭彩傑的 我真的很謝謝 彩傑今天可以這麼有意氣的幫我站台 因為其實 這演藝圈女演員 女藝人要交女生的朋友 其實不是那麼容易的 是 可是彩傑 可是彩傑一直都是一個很大方 然後很可愛的女生 然後我覺得更多的 她雖然年紀比我小 她雖然年紀比我小 可是我覺得她的個性非常地成熟 很能細心 對… 那時候我覺得 反而是她 像大… 對… 那… 哎呀… 真的… 要抱一下啦 真的 耶 我們在這當中 特地來幫這個好姐妹陳月希站台 加油囉 好不好 加油 我會的 交給妳的 加油 那我們再次 謝謝郭彩傑 謝謝 謝謝這個 收工後約 收工後約 所以真的是很棒耶 很開心啦 就是在演藝圈待了這麼多年 空也都沒有白交 真的是 交到一群非常好的朋友 讓我覺得自己非常的幸福 非常非常的異性相挺 不過呢 聽到這個陳月希 這一次有一首歌 好像是這個專輯的下一波的主打歌 對 這等於是第二波主打